终于看,迷你世界中的神圣树在它的周围散发着光芒 官方大大说,神圣树它是神圣的 并且它不接受污秽的肥料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,神圣树它是正义的错 其实它并不正义,它是邪恶的钥匙 你们知道吗?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神圣树 那么请为自己的勇敢点一个赞 对了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中发出炸弹就可以解锁新特效哦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每一棵神圣树内都有一棵神圣树的果实 这就是恶魔的原罪 我们把断剑神圣树的果实巨烈的头颅放在祭坛上 这个时候迷你世界中最恐怖的boss虚空幻影它就会出现 你手机表情包装的第二个就是此时 虚空幻影的心请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,我们普通的果汁非常的健康 比如说果木的果子,它只是一颗野果 我们可以把它采摘下来 它是不能召唤怪物的 我们人类可以把它吃掉 它对我们人类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并且还可以给我们人类恢复体力 它不可以用来召唤怪物 所以说我和学姐认为 其实神圣树它并不是正义的化身 它是邪恶的钥匙 你们知道了吗 整个月 感谢观看